一下這個地方就是 Windows7事實上有一個很大的改進 就是支援所謂的全文檢索 支援全文檢索 尤其是您有加入媒體櫃的 會優先 好會優先 所以 平常我不知道大家 您用那個 在電腦裡面你要找檔案你都怎麼找 平常你在電腦裡面找檔案都怎麼找 搜尋嘛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說 SP之前 我們在找 常常第一個很慢 第二個 重點是常常找不到 對不對 好那現在呢 您可以利用這個Windows7的 那麼有很多種方式可以搜尋 首先第一個 各位其實您可以試用 這個快速鍵 我們鍵盤上不是都有兩個那個微軟的那個Logo 對不對 那個Logo單案就是開支 那麼你加上F5就是Find 所以您就可以直接叫出那個搜尋界面 那麼也可以從哪裡也可以從這邊 第二個方式是直接它現在已經把它整合在哪裡 整合在這裡 不過我是覺得在這裡比較不好用 因為你打完之後它列出表列在哪裡 是列在這個地方 你還是要自己再打開 所以一般我是比較建議您可以用那個 這個 微軟的符號加上F 有沒有自動就跑出這個搜尋的畫面 所以如果今天我在這裡 好我們搜尋 那它既然叫全文檢索 所以您可以發現 您看我們在這裡 第一個 如果入境裡面有的也算 檔名有的也算 那像我這個是屬於什麼 是內容的 對不對 它會幫你標示出來 好那當然這個當然是以Office系列 或者一般的 文字檔比較有可能 如果你是以這樣檔 那當然就 沒有太大差別 好 所以像這樣是不是就相對比較簡單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在Windows Save 那如果您是 還有舊的電腦怎麼辦 其實也有一個 我Glog上有介紹 您可以看到在這邊 在Glog的右上角 這個軟體我們也有給各位 就是有一個Everything 這個 也有這樣的需求 雖然它不能做全文檢索 但是 至少在找 檔案名稱 入境 入境名稱的時候 它速度是非常快的 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 您可以看一下在這邊 Everything這裡 我給各位的都是不用安裝的版本 它也有安裝的版本 它有分安裝版跟不用安裝版 那 您打開之後呢 您就可以即打即搜 各位有用過Google的即打即搜嗎 沒有 中文的還沒有 但是英文的有 您看一下 您比如說進到Google 好 我們現在是進中文了對不對 您可以從哪裡 從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Google Google 從這邊進來 好 那我們先看看如果說您找的是 比如說 寫 好 我先進去好了 好 有沒有發現我打一個字 它就跳了 這個是 應該是去年的Google的新聞 它有推這樣子 只是在中文部分還沒有開 所以其實有時候 這樣有個好處 因為 幫我找 前面幾個關鍵字 也許就找到你要的 你就不用全部找完 但是因為不同關鍵字 是不是就有可能找到不同結果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在英文的部分 你就可以用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Everything就像這樣 因為你在上面打的時候 邊打 結果就邊顯示出來 好 這個 就是它的檔案總管 就是等於是你的檔案總管 你可以直接點過去 就可以打開你所 要的檔案或者是資料 所以這個也是蠻方便的 也是蠻方便的一個方式 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這邊有 那 所以呢 我們剛剛有跟大家介紹一個兩個 搜尋的方法 對不對 用這個 或者是你從開始裡面做 都OK 那至於說 下面這個我想應該比較沒問題 但是有一個地方你要注意一下 資源全文檢索的 只有這種系統 各位有沒有注意過 你的作為 硬碟是什麼格式的 在這邊 您看一下我的電腦 我的電腦比如說你按七槽 按右鍵內容 它會告訴你喔 告訴你它是什麼格式的喔 有沒有看到檔案系統是NTFS 原則證明裝起來預設都是 但是有個地方不是 大部分就是隨身點或記憶卡 所以你會發現你的隨身點或記憶卡 它找不到 因為那是FAT32 因為NTFS是微軟的 那個專屬的格式 我們一般的外面其他作為系統 大部分都是FAT32 之類的喔 那所以 它就沒有辦法支援這個全文檢索 所以這個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其實你會想說 我的隨身點為什麼找不到 就是它在這邊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的